脾虚怎么补不上去 是少了这关键一步 快看你有没有犯这个错误 很多粉丝都反映说自己脾虚去补 但补了半天脾虚的症状还在 不明白到底是步骤错了还是用的药不好没效果 其实大部分在补脾的时候都少了关键的一步 比如说趋湿 我们在补脾的时候一定要先把体内 现有的湿气去掉 因为湿气困脾就好比一个人被绳子绑着 没办法正常运动生活 现在比较虚弱 那你想让他起来运动肯定得先把绳子给解开 因此像那种舌胎厚腻发白 或者是舌面滑湿白腻 旁边有齿痕的人 你不屈湿就去补脾 脾胃是运化不起来的 所以一定要先行脾驱湿 第二虚不受补就是脾虚的太厉害了 你不了解情况一下子补的太多 脾胃它运化不动消化不了 甚至这些堆积的补药还会反过来影响脾胃气机运行 那非但没用体内还会出现瘀火 这就像一个人饿了太久 肯定得少量少量的吃东西 否则不知轻重一下吃太多 还会反过来把胃称坏 第三 腰不对症 这点我说过很多次了 不管什么药都得对症 这样条理才会有用 像脾虚虽然听上去像是一个病 但其实它可以细分为很多症型 比如说脾气虚脾羊虚等等 就像一个国家分为好几个城市 所以想要有效补痞我们就得找到根源 第四 用药时间短 很多人他盲目跟风 今天用龟屁玩 用了几天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 就开始用香杀六君子玩 用了两天发现没效果 就去跟风用别的药 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 毕竟病去如抽丝 病情是慢慢改善的 不是一下子就消失的 当然除了这几点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生活习惯 因为三分养七分治 比如说你这边补着那边生活习惯 比如说熬夜 总吃夜宵或者肥肝厚腻的东西 再生着脾胃 那自然怎么补效果都是不好的 所以补脾没那么简单 不是随便往上看个药 上面几个症状跟自己一样就可以用的 我们一定要找到原因对症条理 大家明白了吗 没事吧 然后继续